我想问你 你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我追求的是 发现美的东西和创造美的东西 谁都喜欢发现美的东西 创造美的东西 但凡做艺术都喜欢 你的终极理想是什么到底 就是那个目标是什么东西 那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跟婚姻有关系吗 你歌是什么呢 你是诗人吗 我可以诗 那你唱什么歌呢 你说话就完了吗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突然那么尖锐 这跟我们的婚姻有关系吗 好像是有关系的 好像都是好像 我希望他最少有一样东西 可以是明确的 你有一样可以去追求的时候 你就不会迷失了 你就不会痛苦 你不会有 那么多负面的东西在 一直冷冰冰的 你这么确信你就很清楚地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吗 我不能确信我自己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太大了 但是我能知道 我追求的那个信仰东西是什么了 那我恭喜你 真的 你其实以前的交流 也会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 让我觉得 你是永远都是对的吗 我不是说我对了 我刚才是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 问问题的态度 其实是你问问题的 对 就是你的潜台词是什么 是我找到了我优越吗 或者你的终极目标是 是比较而来的吗 是你 我不知道 我不理解 我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而且 她问了我问题 我回答给了她 她也听不懂 然后她想表达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 就是 你打都打不到一块 你 是 是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听你们俩 你跟苏苏在一起恋爱的时候 她还是一个老师 因为 你的支持她的梦想 她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女明星 不可否认她在台上的光芒 那个时候你心里 你能接受那个变化 和你是怎么面对那个 落差感 对 真没有 我那个时候就是说 好 我要不要回家开饭店 其实 她可能觉得有点压力了 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回去赚钱 而不是再继续做艺术 其实她那时候特别痛苦 她其实在一个选择之中 嗯嗯嗯 就是你想让你的妻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想给她换一个很大的房子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 你没有物质 可以给到她的任何保障 我很多的负担都是因为 我们未来该怎么样 我该去怎么赚钱 然后让这个家庭 共同地维系下去 因为有一个人在前面搞艺术的时候 后边一个人一定要去金钱 去供给这一件事 这是必然的 嗯 确实那个时候 我们俩出去 我心里面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介绍的时候 这个是苏瑞丁 这个是苏瑞丁她老公 嗯 对 我特别懂这个东西 这些事情都知道了吗 我 我都知道 但是这是没有实施的事情 我没有支持她这个想法 我不需要这个 我不需要她去赚钱养家 我就是想让她开心 就是想让她做自己想做的事 成为想成为的人 我不知道 如果再回想当初的话 我选择作为丈夫 我应该去承担的东西 让她过得更好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跟结果吧 可能还不会离婚吧 他们俩认知不太一样 很拧放 哦 但我跟你聊 真的是第一次这么的聊法 挺好的 嗯 来 叔叔 很开心见到你今天 今天这么开心 对 真的 对 是一样的 好